我 没事 玉梅啊 在二楼呢 玉梅 玉梅 进来吧 你要紧吗 没事 只烧了点皮 玉梅掌柜的 我给你们烧开水 不用了 有烧开的水 玉梅 那把那脏衣服脱下来 我给你洗洗 不用了 玉梅 要不这样 你先回家休息休息吧 那你们在上头好好歇着 我到底下要柜台张着张了 玉梅胆子也太大了 真是不会出什么危险吧 我给你打听点事 这个正事的药铺 是不是不干了 就这两个事 你给我说了 你说好好的一个人 把他怎么救我 一半事不说了 哪有的事啊 他们家出事了 那祖孙俩呀 全被杀了 我呀 我呀 看见了 这阵法 超人过来打听 有没有看见一个戴眼镜的 张贵大 他 怎么着啊 张贵大 张贵大安酒去 好 这儿呢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啊 瘦瘦的戴个眼镜啊 大概三十来四 没有 没有 你演瞎了 说谁呢 说你 我泼我的水 是你演瞎了 泡到我水里的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是 我早就不想活了 怎么样 玉梅 玉梅 你这是干什么回事 长官 您消消气 对不起 我去 长官 和你哪儿了 谁说真是对吧 来 我给你 行了 行了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擦什么 死牙门 马掌柜呢 里面鲜着呢 老马 段长官来看你了 段长官来了 人灯 老马 我来看你了 段长官 人家要看 坐坐坐坐 好 教育 您看您怎么这么忙还来看我 赶紧沏茶 上个怎么样 好点没啊 没什么大事 只是伤了一点皮 要不是你替我挨这一枪子啊 我段谋 命都丢了 哪里哪里 那是您的造化好 口屁造化 老马 等你哪天伤好了 咱俩喝两杯去 好啊 一定 一定 我就觉着吧 咱俩特别有缘 这么着 不管怎么样啊 你这个朋友 我段某算是认定的 我哪敢高攀呢 那个 开枪的那人找到了吗 你别给我提那个开枪的啊 上回就是他 这回还是他 妈的 我两回都没抓住 我还有事 改天再过来看你 我送你 老马 你楼下雇那女人 泼妇啊 对 长官是说玉梅呢 刚才玉梅泼了长官一身水 这哪使得得 她就是一个农村女人 粗手笨脚的 也不会说话 这样 我在这里啊 向她给你赔不是 千万别 老马 过两天我能过来看你 我送送 我送你 乖乖乖 您慢走啊 得嘞 戳户喝酒 好好 您慢走啊 您慢走啊 快 老马 来 来 雨霾 不是跟你说 让你回家歇几天吗 是呀 雨霾 回去吧 这铺子里好几天没人收拾了 我把这整理整理 嫂子 好 快带马掌柜上去休息吧 好好好 来 老马 好 慢点啊 我 哭 哭 烥梅 霓梅啊 霓梅 你到底在哪儿 几� allevi 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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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玉出事了吧 玉玉 玉玉玉 玉玉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怎么来了 秀英 我就是来找你的 找我 你知道吗 你曾经跟我说 他那枪里就一颗子弹 我怕你出事 我刚才听到镇上枪响 把我给吓死了 我就怕你出事了 我没事 就是没宰的那个狗娘养的 我 我把马掌柜的打伤了 什么 你打伤了马掌柜 那马掌柜的 还好 就伤了点皮肉 这会儿在楼上休息呢 你还笑 玉玉 可真有你的 你说你拿着枪出来报仇 是杀那白狗子的 却伤了你铺子里的掌柜 你别笑了 人家心里正难受 别难受 别难受 什么 是玉玉开的枪 要不是亲耳听的 我做梦也想不到 这星段他杀了他爹 他是为了报复 可是这一枪 差点要了你的命啊 这是老天有眼啊 我只受了点轻伤 这玉玉啊 太罵了 可我觉得这一枪 打得好啊 什么意思啊 你想想 要没有这一枪 姓段的会来看我们 我们俩还交上了朋友 这我还真没想到 你想啊 我跟姓段的打过伤 这以后对我们的工作 会很有好处 玉玉 这件事不许跟玉玉交 这件事不许跟玉玉交 大爷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 瘦瘦大眼镜的一个小伙子 没有 好像 一个小伙子 大爷 来 你知道这个镇上的杂货铺在哪儿吗 有在三仙桌 三仙桌往倒轨 好好 谢谢你 请问 什么 我想买二尺红布两支芦花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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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杂货店 这是杂货店 可是没有你要的东西 要炉花机去西头的市场 要花布去东头的布店 这镇上就这一家杂货铺吧 就这一家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快去 你 我什么我呀 快去快去快去 哎 吓死我了 马掌柜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走 走 走 一北啊 看什么这是 我说说零碎 买这么多菜啊 老马啊 这两天留了好多许 我给他买只鸡不不深 好 我来吧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两天你够累的 自己来啊 刚才有个人真有意思 到咱们铺子里来 又买炉花机 又买红布的 我给你买了只鸡 待会儿炖了 给你补补身子啊 玉妹说 刚才有个人到咱店里面 来买红布和炉花机 你说咱们一个杂货铺 哪有这些东西买啊 那人呢 怎么了 那是我们的联络信号 那怎么办呀 她走了多长时间 玉妹没说 你这样 你下楼问问玉妹 看看那人长什么样 你快去追一趟 一定要把她给找回来 好 我这就去 来 站住 干什么的 不干什么 一个闲人 闲人 那你是做什么的 什么也不做 只是 闲观白云 静听流水 还闻着不着呢 你是个教书的 还是个说书的 要不你是个卖狗皮膏药的 已经说过了 闲人 就是闲人 你看 她会不会是姓曾的说内人 像是她 要不 咱把她先抓回去 回头让姓曾的认认 行 走 走 报告 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带上来 是 等等 把那个七少爷也请过来 走 快了 站好 把斗力摘了 拼到了 公六甲 既然是位道长 请问 在哪清修啊 三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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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青山 我看你装得挺像你 这是什么 这块疤哪来的 我看你就是个长枪的 哪个部队当什么兵 一块疤痕惹来这么多的话 政官 我要是再有一块 您怎么说呀 我看就是洪匪 你 山上修道 山下挑水 成年累月 春夏秋冬 有两块八 有什么新鲜的 alto 投射 搞不好 啊 啊 七少爷 来 请坐 坐 过了 好好看看这位道长 是不是 冰工厂的罗厂长 不是啊 好好看看 真不是 真不是啊 队长 没事 先回去吧 好 带下去 是 把这位走 看什么看 走 马上去三青山 给我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 是 先生 请问是您要买卢花鸡和红布吗 是 我是杂货铺的 那刚才 那是我们家的帮工 是这样的 先生 请跟我 我看你收拾得差不多了 回去吧 好 回 行了 回去吧 回去吧 你这人真有意思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们铺子里没有炉花机 也没有红布 快走快走快走 一眉 这是老马的客人 行了 你快回去歇着吧 那我回去了 真是的 不早说 来 咱们后面请 好 老马 你找的人来了 来了 慢点 这是码头认 对 你是老罗 是 你好 你好 请坐 出去给你倒杯水 好 我们说话 冰工厂现在情况发明了 前阵子就在附近的山上 眼下呢 形势严峻 冰工厂成为他们追剿的目标 所以啊 一直没有和地方组织联系 那你这次来的目的呢 因为敌人的封锁 冰工厂急需原料 我们的一个技师 他认识在的一个同老郎中 托他 托他买了一些枪水 可问题是 同老郎中刚被敌人杀害了 是啊 我也是刚刚知道 几天前 我们派他来取这枪水 可是到现在也没回来 也没有他的消息 你说这技师 他叫曾文远 这个人可靠吗 可靠 他是我的学生 跟了我十几年了 我就是怕他病倒了 怎么了 他身子骨比较弱 有欢有哮喘 这回下来的时候呢 还发着烧呢 这不 我才给他淡身药呢 放心吧 枪水的事就交给我了 说不定能在回春堂找到他 如果我要找到了 怎么跟你取得联系 到时候 我会派一个叫成龙的和你接头 还是那个暗语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老罗 现在不能走 一定要等到天黑 自从白狗子啊 驻达到这里啊 他们随时会抓人 所以现在走呢 很危险 老罗 你就听我的 等天黑以后再走 好吧 老罗 你看我 你确定那个姓罗的会来找你 肯定会 肯定会 那为什么两天了他还没有出现呢 这才两天 再等两天吧 他肯定回来 他要来了 他肯定跑不了 女同志 女同志 爹 你回来了 大叔 你快看看 这同志怎么了 他好像没气了 怎么样啊 爹 他这是晕过去了 我来试试 去拿碗水吧 去拿碗水吧 你吓死我们了 尊计师 好 这刚才都快把我吓死了 我真怕他出点什么事 我看今天晚上 还是把他转到我的家吧 转你家 能行吗 反正我现在是一个人 我爹 还有小妞 玉玫 你别难过 我觉得小妞 她会回来的 玉玫 我该走了 天刚黑下了 是 喝碗热汤再走了 就是啊 先喝碗汤吧 我怕同事们等急了 再派人下来找我 说这个事啊 只有辛苦你了啊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办的 小妞 你赶紧下边看看 哎 走啦 好好养生啊 好 再说 呀 赵先生 我看在天都这么晚了 我觉得老陆今儿就不会来了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了 那我们就再转一圈就回去 怎么样 外面没什么动静 你看你能不能去一趟边那回春堂 回春堂 去回春堂干什么呀 老老中啊给红军弄了一些东西 在那儿藏着呢 我知道了 另外呢你到里面要好好看看 看里面藏没藏一个人 什么还有人 这个人生了病 他很有可能就躲在回春堂 什么人呀 我也没有见过 但我知道他姓曾 而且还戴了一个眼镜 我爸爸爸爸 我爸爸 爸爸 走 走 走 先生 来 来根烟吧 那 那人是那姓罗的吗 给我追 下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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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上他 追上他 啊啊 快追上他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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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曼 朗曼 怎么样了 回春汤 回春汤里有人 是那个清曾的吗 我没看清楚 但是他没戴眼镜 刚才他听到有人喊老罗跑了 他就跟着赶紧跑了 老板 老罗出事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啊 是 我给你找船去 上哪儿找船去 你等着 长 长官 他 他受了伤 应该跑 跑不远 就在这附近 把每一算地方的给我搜清楚了 上 上 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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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啊 咱们想救女红军 是不是必须搞到药啊 可是 咱上哪弄药去啊 只有磁堂 有咱们想要的药 对吗 可磁堂全是白狗子 哎呀 我知道 那白狗子又不是三头六臂 反正你胆子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那个老罗怎么了 那个姓罗的吧 他跳水了 没法追的只好开枪了 爸 你们的耳朵都聋了吗 都聋了吗 我跟你们说过 那是兵工厂的厂长 我要抓活的 抓活的 你们的耳朵都聋了吗 你废物 滚 行了 团作啊 你别生那么大气了 反正人已经打死了 洪匪盘居干免多年 蛊惑人心骁勇善战 几次围剿屡屡不利 已成了委员长的心腹之患 这次委员长亲自坐镇南昌 就是为了下定军心剪除宏观 洪匪 号称善战 可是要是断了他们的弹药 他们也只有被动挨打 束手就擒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他们的兵工厂 你明白吗 我知道 明白 还要这么重要的线索给断了 洪匪有四个兵工厂 最重要的一个就藏在山里 如果把这个拿下 其他三个根本就成不了气候 那个姓曾的供认你也听到了 这个兵工厂提供的枪支弹药 数量之大十分惊人 为此 委员长才特令我们速到此地 将其剿灭 这对整个战局的影响有多大 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好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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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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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我明白 许小晓菩萨 我明白 抵输我 没有 easier 顺利的把事办了 一定保佑我们 别出什么差错 笑容 求你了 你太怕了 没 不过我就是有点心慌 别慌 有我呢 记住了 不管遇到什么事 沉毒气 能行 对了 咱昨天抓的那个呢 好着呢 放心吧 有你在我肯定放心 到时候咱一那样肯定能行 您说是不是 少说两句省点力气 好吧好吧 这大山完颜百里浩瀚如海 你说藏上百十个洪匪 就是藏上几千人 找起来也是大海捞针 本以为抓到那个姓罗的 可以顺藤摸瓜 找到洪匪的兵工场 可是 ro elevه 酣歌 received my working 一位之伎 strongly 还有泪梦在山凉 黑夜里找到光芒 谁在唱歌声悠扬 夜半三更盼天亮 抬头望满天星光 照在前行的路上 还有泪梦在上阳 迎着扑来的风浪 我的痛我的伤 我的头路和胸膛 你明前燃烧希望 那是火焰火焰的俗伤 热的水像花一样 为了自由而开放 那是火焰火焰的俗伤